赌场常见的游戏《百家乐》又叫巴克罗 是深受中国华人喜爱的一种游戏 是赌场当中相对公平的游戏之一 《百家乐》玩家能数没有严格上限 是多能玩的一种游戏 可以站着玩或者坐着玩 但是专家和闲家所下注的金额不能超过赌场的最大值 《百家乐》玩家可以下注《闲家》、《专家》、《专家》、《合局》、《泰》 在《百家乐》游戏中 《泰》、《合局》的赔率为8赔1 《闲家》的赔率为1赔1 《专家》的赔率通常也为1赔1 但是在Commission《百家乐》当中 就是抽水钱《百家乐》当中要抽取5%的水钱 在《龙宝》《百家乐》当中 它将遇到拽根 它将push后期视频 我会为大家讲解 mini-buck卵、midi-buck卵、《龙宝》、百家乐等等 一系列百家乐 在《百家乐》游戏中 A代表1点 2、3、4、5、6、7、8、9 各自代表各自的数字 10、11、12、13全部代表0点 《百家乐》有非常严格的补拍与发拍规则 第一张发给闲家 第二张发给专家 第三张发给闲家 第四张还是发给专家 各自收到两张牌 闲家和专家各自收到两张牌后会出现两种情况 一种是开牌即将决定输赢 第二种是要补第三张牌 当专家和闲家各自收到两张牌后 有两种情况直接决定输赢 第一种不管闲家或者专家出现8点或者出现9点 称为NATRO A、NATRO 9 他们不用补第三张牌 直接决定输赢 第二种情况 不管闲家或者专家出现6点或者7点的情况下 他们也将不需要补第三张牌 直接决定输赢 当闲家出现4点 专家出现9点 不需要补第三张牌 直接决定NATRO 9 或者闲家出现9点 专家出现4点 直接决定闲家赢 NATRO 9 所以说 不管闲家或者专家出现8点或者9点 另外一方位 12345678 等等 不需要补第三张牌 直接决定随大随小 当我们专家或闲家 不管任何一方出现6点或者7点的时候 也不需要补第三张牌 直接决定随大随小 当专家和闲家两边各自出现6点 7点8点9点 也不需要补第三张牌 全都判为泰 何举 在百家乐游戏当中 如果专家和闲家两张牌不能直接决定大小 则需要补第三张牌 尤其只能补一张 补牌规则如下 第一 先补闲家 然后再补专家 然后决定牌的大小比大小 第二 闲家的补牌规则 但闲家和专家两张牌不能直接比较大小的时候 如果闲家为0点 1点 2点 3点 4点 5点 则他需要补一张牌 如果出现6点 7点 8点 9点 则不需要补牌 第三 专家补牌规则 如果闲家前两张牌出现6点或者7点 专家为0点 1点 2点 3点 4点 5点 前两张牌 则需要补第三张牌 如果专家前两张牌为6点 7点 8点 9点 则不需要补牌 第四 如果闲家和专家都需要补牌的情况下 先补闲家 如果专家出现的点数为0点 1点 2点 不管闲家第三张牌的点数为如何 则必须要补一张牌 如果专家不需要补一张牌 如果专家的点数为3点的话 如果专家的点数为3点的话 如果专家补的第三张牌为234-5-6-7 则专家的专家 则专家需要补一张牌 不需要补牌 专家的点数为789的话 则不需要补牌 没有任何机会补牌